Hello,我是梁森大灣區我不是中介,之前我條片講關於澳門蠢特首搬龍門將澳車北上改成每月只能預約三次才可以上去。 想不到出了街一天,就有三千多人看,這點對於我來說,真是從來都沒試過,我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多人進來看的原因是什麼,不過都好多謝進來看和留言的人,沒有你們的支持,我真是覺得我經常跟空氣講話,想繼續條視頻下去都難。 其實那件事,我都講漏了一樣東西,重點是澳門特首一向都很喜歡刷鞋,難道他不知道,阿爺因為見到以數十億計的港珠澳大橋起了後,很少車用,這樣浪費公帑,所以就想到用單排車北上去吸引多些人用港珠澳大橋,所以他今次這樣制住些人上去,乘擊親阿爺。 說回最新昨天的消息,都是關於港珠澳大橋,珠海越來越沒人去,於是珠海就搞了個跟香港什麼海陸套票,即是坐船去珠海又用得,坐車經港珠澳大橋又得,得了。 說到底,又一次認證了根本沒人喜歡去珠海咯。 說回李家超和深圳,大家都會搶當地人去玩,李家超又聽到大陸人心聲,於是搞個夜繽紛。 誰知道,維州又學香港,不過他們不是搞夜經濟,而是搞夜房市,都是的,大陸現在樓市不行,就是人都知道,不搞些想頭去引人買樓,實死硬,因為一手和二手都是互相影響,一手沒人買,又怎會有人接二手,還還相救嗎? 好啦,入正題啦。 近日由國務院經營的中子園,出了一份九月份八成樓價報告。 大灣區入面一手樓,比去年跌得最多的是意料中市的中山。 不過有看過我個專寫中山三鄉雅居樂的博客人都知道,中山和珠海很多香港人去買,你看下那些經紀,日日洗版式禁去開售中山珠海流,你就知道中山珠海根本不會有本地人或大陸人買,主力都是困你們傻子香港人去買,於是很多買了中山和珠海的香港人, 肯有一個是你旁邊,跟你說說他們實有個懂得的經紀介紹給你,其實別一起去困你們不熟悉中山珠海的人去高價接他們貨咯。 所以中子園九月份報告看到,中山一手價與去年相比,大跌了3.54%。 那怎會一手勁跌,反而你二手勁升呀? 跟著第二位跌得最多的是東莞。第三位就是珠海和江門。 而維州跌得最多的只是第五位。 幸好維州都是中規中矩。 sh picture of the earth! s collaborate! 不願音樂。